那稍微重复复习一下 这些期末考还是要考的 期末考我们还是要考试 那这一个程式是用来做扫描的 那它可以把一个 把一个下面的一个字扫进来 把下面一个字 符合这个格式的字串扫进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利用这个来写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叫Pars ESP2 那就是用来剖析一个程式语言里面的运算式 那上次看到了这个程式 那它可以把像3乘以5加8这样的式子 剖析成一个稍微有点加注的一个结果 那加注的结果就变成这样 用SML的标记来标 然后呢是一个Token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一个T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印出来 那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剖析自然语言 像这样一个自然语言的语法 那它可能可以产生这样的剖析数 OK 那更复杂的自然语言语句 其实剖析通常就会比较困难 因为很多东西是不合语法 或者是那个语法 没有很 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写出来 那这种 这种剖析数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全部建起来 所以可能会建 比如说我只建到这一块 或者建到这一块 就没办法再上去了 这是很有可能的 以目前而言的话可能整颗数都可以建起来 大概就是百分之六七十而已 对于一般的文章语句 好 那我们就写了一个比较更简单的 不是剖析这么复杂 可能要比这个还要再简单一点点 那这个剖析呢 我们的剖析是a dog eat a cat 那结果它的句子 经过这个剖析语法之后 会变成 会变成这个样子 s np d n 然后n p v p 那这个上礼拜我们有请各位 画图对不对 有印象吧 那期末考还是会有画图 所以请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语法理论其实是整个语言处理的最重要一部分 好 那这个sml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语法去做剖析 那只是sml要求标记要对称的部分呢 其实是不容易用语法描述的 那必须要用语义的检查 好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就不再是语法 我们要来看的是语意 那语法跟语意有什么不同 语意我们 语法我们描述的是那个文法嘛 就是文章的文法 但是即使你了解了文法 你了解它的意思嘛 OK 我们国中的时候我们常常学文法 对不对 但是对于人来讲 其实文法反而是不好学 文法不好学 但是呢 语意对人来讲是理所当然 不需要学 不太需要学 因为你小时候都就会了 OK 可能在你还没有办法 讲出一个完整的句子的时候 你就在学习各式各样的意义 OK 比如说 如果你们家 比如说哥哥姐姐有小孩 或者是你有跟小孩接触 你会发现在他们大概一岁左右 一岁左右 他们还不会讲话 一岁通常还不会讲话 但是呢 他就是这样 走走走走走 看到一个东西 然后就停下来 摸一摸 然后呢 接下来可能放到嘴巴 摇一摇 看看能不能吃 然后丢一丢 OK 那这时候他在干嘛 他其实 有 现在有很多的 就是 就是新手爸妈 或者是 不管怎么样 就是养小孩子的时候 会禁止他咬一咬 对 因为 有细菌嘛 所以你那个球拿出来 拿起来 小孩拿球起来就咬一咬 像 我儿子小时候 甚至那个狗大便拿起来 也咬一咬 然后 觉得很难吃就丢掉 对啊 那是很正常的 因为 他在学嘛 他在学什么 他就是透过他的 他的体感 去 认识那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对人来讲 其实是 可以做得到 不会太困难 只要你不怕脏 你可以体验它 但是对电脑来讲 你没有办法体验 电脑没有手 没有脚 他怎么体验这个世界 他既然不了解这个世界 那他又如何了解什么叫语意呢 我们今天一个文章的语意 往往就是 那颗球很硬 OK 那颗球很硬 电脑知道什么叫硬吗 他不知道 他只认识说 OK ASKEY CORE 或者是UNICORE的编码 第几号 是代表硬 他只知道这样的事情 但是 他不知道说 硬是什么意思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 有办法就是 好吧 你不知道硬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如果到了 就是在小 一岁两岁的时候 你会这样体会 但是呢 等到你五岁六岁的时候 你就突然之间不能这样体会 为什么突然之间不能这样体会 因为你要上学 上了学呢 你必须要乖乖坐在那里 我们小时候还得要手背后面 然后呢 老师要教你 那教你 老师会不会教你硬这个概念 应该不会 因为那个是 假设你小时候已经体会过 被石头丢到很痛 痛这个概念 OK 那那是你生活体验 里面会体验到 那接下来老师教你的是什么 老师教你的是 通常不是生活体验的东西 生活体验的东西 往往是在家里 或者是日常生活中体验到 老师教你的是说 OK 这个字怎么写 然后接下来呢 某个词是什么意思 小孩其实有很多词 他不知道意思 像我儿子常常 写作业的时候 他就问我 爸爸 这个 这个 什么叫语意 你要去解释 他就 有点困难 然后说 爸爸什么叫做词汇 词汇就是 就是一两个字的那个组合 那像这样我们的解释 就跟他解释 跟小孩解释 像苹果 是个词汇 柳丁是个词汇 词汇都是水果吗 哦不是哦 那 像比如说 电脑是个词汇 OK 那词汇都是一定是个东西吗 哦不是哦 像思考是个词汇 OK 你要慢慢这样跟他讲 他会了解说 哦原来 这些是词汇 那些不是 那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 100%的法则 可以界定 通常很困难 我没有办法有一个100%的法则 界定什么叫词汇 同样的 对电脑来讲 我们也 没有办法有一个 100%的法则 界定什么叫语意 语意是一个 对电脑来讲 非常困难的东西 OK 所以语意在自然语言 或者是语言处理里面 其实一直是一个很模糊 又很困难的 我们很难 很难清楚的定义语意 但是在这 在我们第二章的地方 第一章到第二章的地方 我们有讲过就是 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电脑了解了 你所说的句子 或者是你所说的意思 因为电脑 执行了你所想要的请求之后 我们就认为它了解了你的意思 什么叫电脑执行了 你想要的请求 电脑执行你想要的请求 比如说 我今天跟他讲说 好 那帮我打下面这一段字 然后呢 电脑 听了 没反应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就开始念了 小明你好 今天我很高兴你写信给我 他就开始跟着你打 OK 把那些字都显示出来 好 那这代表他了解了你的请求 好 那再来比如说 帮我开浏览器进到雅虎首页 然后他就帮你开启浏览器进到雅虎首页 代表他懂了你的请求 OK 所以我们对语义的界定比较偏向于这方面 那 但是 也就是说 他抓到你想要做的事 但至于他怎么抓到 这就是我们这一章要讲 他怎么样才能抓到 所谓你想要做的事呢 这点对电脑来讲 其实是有相当的困难度 所以我们说 程式语言其实它 是转换成一连串的动作 这些动作符合使用者的请求 你写程式 其实你就叫电脑去做事 叫电脑做什么事 我用程式的方式告诉电脑 好 那 其实我们写程式的人有一个很 你写久了 你会发现我们 到底在做什么 写程式的人到底每天写程式是在做什么 那 慢慢的你会发现说 对于很多问题 我可以用程式来解决掉它 OK 那就不需要再用人去做了 OK 那但是对于 有些问题呢 我没有办法用程式解决掉它 其中 其中 一种可能是 太难 那个问题其实是可以用程式解决掉的 但是对我来讲 太难 另外一个是 它可以用程式解决掉 但是对我来讲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很仔细的把那个问题转换成一点串的动作 所以那个 克努斯 克努斯是一个很有名的 算是电脑 电脑领域很有名的 的 诺贝尔讲集的 的人 那他就说 只有在你有办法把一个问题交给电脑去处理的时候 你才真正理解了那个电脑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他其实说 只有在你有办法把一个问题交懂电脑 让它去解决之后 你才真正了解那个问题的意义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都会认为说 我对这个问题很懂 但是对我们写程式的人而言 我对一个问题很懂 要懂到什么程度 懂到我把它写成程式 这个程式可以运作才是真的很懂 那往往对于很多问题 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到这种程式的 那社会科学领域的东西就更不用讲 那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对自然科学领域的东西 还是有很多东西 其实没有办法做到这么 这么 就是有办法变成一个机器的运作的模式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这门课其实要的就是 做到可以机器运作的模式 所以用电脑去处理语言 所以是计算语言学或者是语言处理 那所以以刚刚这个程式 把程式语言转换成一连串的动作 这代表说我们认为它理解 那如果今天是自然语言呢 自然语言就不像程式语言这样子 这么可以转换成 转换成一个一个的指令 因为它本来就不是 感觉就不像指令的东西 那另外标记语言呢 像SML这样子的东西 它到底在表示什么意思呢 或者是微机Wiki Wiki我们都看得懂 但是Wiki电脑看得懂 可是电脑确实帮我们 把Wiki转换成微机百科 显示在荧幕上给你看 但那只是语法的转换 它没有做到语意 那所以语意上面的转换 一直是一个 很不容易处理的问题 那各位可能不太晓得 为什么会创造出SML这个东西 我们都有给各位看SML的范例 为什么会创造出SML这个东西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Web的发明人 他叫做Tim Bernary 提姆伯纳里 那这个人呢 他是在创造Web的时候 他其实在欧洲的 同步加速中心工作 他其实是一个城市设计的 那在同步加速中心工作的一个词源 他发明了Web 发明了网络 全球资讯网 或万维网 其实大陆用万维网 那他后来就一直觉得说 他创造出来的HTTP URL就是网址 还有HTML 这三个东西 尤其是HTML 他觉得HTML让人都看得懂 但是机器都看不懂 所以这对他来讲 他觉得 这个全球资讯网 就是Web 还可以再进一步的进化 所以后来他才会创造出SML 其实也是他们创造出来 但是呢 SML有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呢 没有 那SML其实现在最主要的用途 还是在资料交换 而且是 通常是企业之内的资料交换 或者是各种 各种组织之间的资料交换 但是没有到 就是说让 让那个 网页全部都改成SML的方式 其实 其实是 目前还没有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各种语言的语意 那第一个 程式语言的语意 那程式语言的语意很清楚 就是 我们最后会把这些程式编成机器码 所以其实程式语言的语意 就是机器码 但是机器码是什么意思 机器码是交给电脑执行的一串 零语意 那电脑 透过它的CPU指令集 才可以解读 所以我 交的机器码 交给电脑 一定是电脑 可以解读的 那个机器码 那如果我交错了 那它是无法解读的 交错CPU就无法解读了 那所以我们说它的语意 其实是CPU加上这些机器码的组合 才是它的语意 而不是单纯只有CPU 或只有机器码 只有机器码是没用的 只有CPU也没什么用 CPU加上机器码 它可以执行动作 这才是真正它的语意 好 那所以程式语言呢 它里面从最基本的词汇开始 比如说 第一种 关键字 if for while struct class union 这些都是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常用的字 这些字叫关键字 它都有固定的意义 那我们呢 到底if是什么意思 到底for是什么意思 你学过了 对不对 所以照理讲 你应该会了解它的意义 可是我如果今天要你说出来 它的意义你说得出来 那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就了解 那第二个是变数名称 SYIJF 这些 那这些变数名称 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第三个是形态 像int object 这些这些的意义又是什么 这又是符号 括号 这种括号 小于等于and 意义又是什么 那变数名称其实它的意义通常很清楚 变数名称的意义通常是指对电脑而言就是记忆体位置 就它可以清楚地定位到那个东西的位置 就是它的意义 那我透过这个位置呢 或者是物件的指标 我可以呼叫它里面的函数 或存取它里面的变数 这个是它变数的意义 好 那第三类的形态 其实它是在描述某个东西它是哪一个种类 譬如说我说这个东西是个int 其实它表示说 现在这个记忆体位置 它被解读为一个整数 记忆体位置储存的内容被解读为一个整数 所以就int代表 那当然有时候比较复杂 像物件导向 我说这个东西是个street C元的street其实不是物件 但是Java或者是C sharp的street 它是个物件 所以它就不只是那个记忆体位置 还包含那个记忆体位置里面的一个结构 其实这个形态是在描述那个结构 street这个结构 OK 好 那第一类的关键字 它还可以再进一步分 像if for while 这种是程序性的 它告诉你说 我程式应该怎么执行 到什么地方应该跳到哪里 OK 像if的话通常就是说 到 假如这个esp呢 判断是true的话呢 那我就执行这个block 否则的话 我就执行另外一个block 这是if的意义 那 这种执行是很精确的 但是呢 一般来讲 程式语言通常都是这样子很精确的 但自然语言就没有那么精确 自然语言 举个例子好了 就拿昨天 最近几天很红的新闻好了 那 程维庭在立法院 有人认为是 执询部长 有人认为是 他在骂部长 有人认为是 他是在 请求部长 这个 每一个人的解读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 当 是自然语言的时候 其实 就是 就是他的意义 到底是 怎么回事 我们 很难 有一个一致的答案 但是对电脑而言 不是零就是一 应该没有零点五 我们之所以有零点五 是因为有很多个零 和很多个一组成 就 辅典数 OK 所以 在这里 程式员 在这里 他的意义 比较简单 比较明确 那 所以当 ESP是True的时候 就执行第一个Block 否则就执行第二个Block 那 如果是 Whir呢 Whir跟 If有点不一样 Whir是说 当 ESP是True的时候 我就执行Block ESP再次出 我再执行一次Block 会 一直 一直 重复 Whir其实就是重复的意思 那 另外 Fore呢 Fore就是有一个 计数器 那计数器到什么时候 才会跳出来 这是Fore 好 那 另外像 Struct Struct 这种 C元的关键词 它代表的是说 我资料和资料之间的组合方式 组合方式 那 有的时候这个资料里面呢 有一个栏位叫S 一个栏位叫Y 那它两个合起来变成一个叫Pointer 这个 这个 是结构性的关键词 那最后呢 是符号 符号其实有好 好多种不同的用途 其中像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 不等于 这些东西其实 就有点像是函数 或者是 有点像是 运算式 那 另外这个 这个 大括号 中括号 圆括号 这个其实通常是在 包住一个东西 让电脑明确的知道说 这一个区块里面 是属于 某个东西的范围 OK 好 那这是 这是 符号通常的用途 那电脑里面也有句子 电脑的句子 比如说 s等于3 这是一个电脑的句子 y等于s加5 这是一个电脑的句子 那 s大于y 这是电脑的句子 OK 那你会看到 这是程式语言的语句 那 s大于y 其实是把s跟y呢 进行大小的比较 然后结果的真假值传回 这是很明确的 那如果s是5 y是3 那s大于y 就是true s是3 y是5 s大于y 就是false 好 那 在更上面提一层 就是整个程式 或者是一个函数 那一个 或者是一个段落 像 if s大于y t等于s else t等于y 就这个段落而言 它就说 如果s比y大 那就将t设定为s 否则就将t设定为y 这是我们把 那个意义 用自然语言讲出来 但事实上呢 它的意义是 翻译成机器码 给cpu去执行之后 那个意义才 才是真正的意义 OK 我们的自然语言讲的 只是一个解释而已 好 所以我刚 我们刚刚这个自然语言的意义 其实只是稍微解释一下 那这样就算它的真正的意义吗 其实这个意义你可以 不是用自然语言解释 那像这里 if s大于y 如果s比y大 那在语义上组合语言 我们就写cmpsy 那这些其实都是同一个意义 因为它所执行的动作都是同样的 那t等于s 那就将t设定为s else t等于y 否则就将p设定为y 那它也可以翻译成像机器码 或组合语言像这样 这三个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意义 它真正的意义代表的是说 那些动作 跟它到底是写成组合语言 或自然语言 或机器码 其实是没有说一定要写成那样 所以程式语言有很多形式 我们有python 有ruby 有java 有seo 那些都代表写出来了程式 如果是同一个机器码 其实它代表的意义是一样的 那有时候不同机器码 它代表意义也是一样的 要看它所做的动作是不是相同 好 那自然语言的 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程式语言的语意 程式的语意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自然语言的语意 那自然语言的语意比程式语言来讲的话 对我们现在的这门语言处理技术 或计算语言学而言 它是比较难 目前为止全世界很少人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 但是也不完全是都做不出来 所以它就处在一个就是不成熟 很不成熟 但是有某些小应用可以用 其中一个目前最明显的应用就是 各位如果有用那个iPhone 它里面就有一个语音助理 OK 那个叫什么名字 我突然忘了 我记得开学的时候有给各位看了 那个叫什么名字 iPhone里面的语音助理 然后你跟他讲台积电 他会跑出来 忘了 来稍微看一下 iPhone里面的语音助理 Siri OK 应该有看过这个影片吧 对不对 他回答 他会 他不是回答 他会帮你做到你要的动作 你跟他问说 今天天气如何 然后他就把那个天气图案什么之类的都带给你 温度啊之类的都带给你 那你问他说 台积电骨架如何 然后他会把台积电骨架网页秀给你 像这样子 但是其实这个并不是做到很深层的了解 现在要做很深层的了解其实是很困难 好 那那个就是一个应用 Siri 好 那另外像各位如果使用过 你们在打Word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他有那个语法检查和语意校正的功能 Word 如果你打中文可能比较不容易发现 你打英文你会发现他每一个字 如果字不对的话 他在下面他会有红色 来我示范一下 好 这个要MS Word才有 那个LibreOffice的应该没有 我们这边应该有MS Word MS Word Office 咦 有没有看到 不会 哦有在这里 好你去打Word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注意到 他这个其实也是 也是很 算是他用的技术其实也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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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强的 我把 一段 随便一段贴上去 我用 好 那你可以看到 OK 他在这里 有没有 Demo下面他没有 没有红色 Siri下面 他有红色 代表说他其实不认识Siri这个字 OK 那 iPhone下面有红色 代表他不认识iPhone这个字 OK 那 接下来Apple下面没有 没有红色 代表他认识 那但是这个Apple为什么是绿色 下面有绿色 嘿 没有大写 所以他有做语法检查 有没有注意到 他有做语法检查 那他在开箱语什么 下面居然用了绿色 因为 他的中文做的真的不太好 那 所以呢 我们去贴一段文章进来看一下 好 我进雅虎找他的英文版 哎呦 这还是中文版 黑英国 好 这英文版 对 那我们把这个贴上来 这样看不出来 好 那你就会看到 大部分他都没有 下面都没有 颜色 只有这个To他有颜色 为什么他觉得 我猜是大小型 OK 好 那 这个Mosi他就根本不认识 Otria 这个他也不认识 那这个人民 很容易不认识 这个Over大概 还是大小写的问题 有没有看到 他会帮你校正 不是校正啦 他会提示你错误 哪里有错 所以这是World 其实他在这方面 微软也下了一些功夫 那其实现在 全世界最重视计算语言 或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 大概就是Google 和微软 所以Google和微软里面 都有一个先进研究中心 他们的研究自然语言 都是属于他们 比较先进的那部分 那有时候你会发现 那个像Google 他有时候捞过界 捞过很多 像最近他的那个Google 自走车 已经可以取得合法的 就是美国政府 特别颁 颁那个驾照给那台车 就是让他可以上路 因为自走车是不能上路的 他的自走车 还是有人坐在里面 他那个人不开 就是 就是 那个人呢 就上去 然后设定要到的地方 然后就让他开自动模式 然后他就开始开 那他会带你到你想去的地方 那这种技术就很先进 好 所以 自然语言其实比那个还要难 比 像你要做一个Google自走车的那种东西 还要难 所以为什么Google可以做出自走车 已经可以品质 好像到了 很高的水准 但是他的机器翻译还是做不好 他真的很难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自然语言的语意 那 剖析法 是语言理论的重头戏 所以请各位注意 其末一定会再考 那 即使我们用语法理论完成剖析 但是最后你 还是没有办法了解他的意思 那 像机器翻译啊 问答啊 交谈啊 智慧型检索啊 都要抓语意 那 这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语意 理论 才能帮助我们去写一个程式去抓他的语意 那 电脑要怎么样子去抓到语句的意义 那 这个 很难 那 但是也不是完全不能做 我们现在就要告诉各位 目前可以做的做法 那 当然 代表说 他有很大的限制 目前可以做的做法 语意上面 其实在计算语言学或自然语言处理里面 都有所谓的语法学派和语意学派 语法学派就是 比较注重语法 语意学派比较注重语意 那语意学派里面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 case grammar 就是通常中文翻译成格状语法 或隔变语法 或semitic law 或语意角色语法 或conceptual dependency 就是概念语纯语法 那 这三个其实意义上都差不多 大致上有一点点区格 但事实上都差不多 所以我们都 都用格状语法来统称 那这个期末考也有可能考 好 那格状语法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格状语法 它跟一般的语法不太一样 另外它是用来抓语意的 所以它也不是用那个什么 S等于NPVP 然后VP等于VNP这种方式 它不是这种方式 它所用的是 比较偏意义的 那 至于是什么意义呢 我们下一堂课再来看好了 好 先休息一下 好 好 好